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广安人 所以我们也得来看一看 我们有些人吃啊 这都没逛到小平故居呢 怎么就晕了 咱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吧 我们买了广安的盐皮蛋 早有耳闻 还有 还有一个小平故里特色农产品 农安柚子马饼 它有一股月饼的味道 咸咸咸的 有一点像北京的牛舌饼 中间有柚子的味儿 你尝尝这个全皮蛋 哇塞 这跟谁啊那样 又像蒸鸡蛋 又像皮蛋就是 形容 可以形容吗 特产不就是这样 极具当地特色 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爱吃 不过来都来了 咱们还是尝一下 我又没有蛋白 我光吃蛋黄分啥 我的蛋白你给我分分 你休息一下 你一会再往里逛 邓小平同志故居 眼前这座带有浓郁川东风情的 农家三合院 就是邓小平故居 共神祭祖 接待重要客人 这里一共有17间房屋 由东南北三组单层建筑组成 在小平故居的旁边 还有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耐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哇塞 在这看这个是不一样啊 中文威武 不小数文 这陈列馆里的宝贝可真不少 从少年读书 再到开创伟业 我们就好像走过了邓小平的一生 今天不仅感受了一把 红色文化之旅的魅力 还吃到了龙安柚子马饼 可真正的龙安柚到底是什么味呢 今天就在隔心村 这里有真正的龙安柚子树园啊 我们今天就在这采几颗查一查 到底差别在哪里 好 出发了 这是米 这个好好摘 天天一般 就下来了 来了 这里有个大的 哇 这都是束手 碗手肯定会好吃的 好 我们现场开一个柚子 这是真正的龙安柚啊 确实 确实甜度比那个高 它这个不光是甜和酸的问题了 爽脆 你能尝到一些什么橘子啊 柑橘的香味 好像在喝一个固态的菠菜 还有前后中调的 再尝一尝 咱们再尝一个啊 童手无欺 咱们没安排好的 都是纯从身上摘下来的 看这个咱们变 其实完全就是自己想吃 反正你们来不了的就眼馋吧 隔心村不仅有龙安柚 还有一位剁椒妈妈 她做的剁椒酱啊 拔死的狠 可以的 真的不是可以辣 这个细了哈 这个真的可以咱 要满 要辣 可以 要辣 真实 弄掉多了吗 哎 这个车太辣了 那这个剁椒的手艺是你们家一直 我们家们家不都动一点吃 搞点浓调料吗 花椒 生姜 大蒜那些 每一家都不一样 是吧 每一家都不一样 每一家都不一样 我们这个肠也好 别人一来看就是我这个好 你今年多大 好多岁 好多生年 66 那个生女生都做高中 还有个生女生都高中 我们做老公子 我们就做这些 打一点工 所以您会要做不同的几块工是吧 嗯 品财好一点 收货就会好 对 对 哇 这是青椒啊 好香的味道 加上灵魂的白糖 你姐的眼神已经逐渐变态了 我来试一下郑杰这个贝勒到底有多重 现在能看到她是什么吗 图子 惯思音菩萨 哈哈哈 还能跑呢她 我说没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